刚生完孩子 为贯受灾护连太太 虚弱的躺在病床上 忍不住悲从中来 因为怀里的小女娃 是夫妻俩盼了一整年 终于盼到的希望 我梦到很多次 就是她 她都有回来让我抱着 就像小婴儿这样让我抱着 我觉得说她可能 她有机会再回来 所以想要记得把门生回来 所以那时候没有考虑到 自己的身体 去年二月 在美龙大地震 围观大楼倒塌 莲先生和太太幸运逃生 但15岁和10岁的两个儿子 却在正在中不幸罹难 痛失孝顺乖巧的孩子 让夫妻俩寂静崩溃 很急着想要把他们生回来 就很急这样子 实在太过思念孩子 37岁的莲太太和先生 决定把孩子生回来 接通结扎9年的输栏管 冒着妊娠高血压风险 在早产情况下 生了小女儿 我们蛮庆幸的男儿 我老婆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这样子把小女儿生下来 然后历经在生产过程 又蛮痛苦的 我冒着生命危险吧 因为小孩子都生回来 我当然会有希望说 带个房子也不需要 冒什么生命危险吧 就是我们可以跟政府 赶快达到公司 然后赶快建不要再拖了 还好早产的小女儿 健康状况良好 让夫妻俩相当欣慰 现在他们只盼政府能夹紧脚步重建 给受灾户一个家 让他们慢慢走出伤痛 至于来关章台南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